来看看NCC主委陈耀祥 他争议也非常的多 NCC烂权财阀电视台 跟中天的诉讼已经九连败了 这样子几乎可以说是屡战屡败的 这样一个记录 NCC诉讼还有法律咨询费预算 五年来暴增几倍 暴增八倍 这个今年已经超过了1300万元 这些钱告诉大家 是砸人民的纳税钱 来自己买单 来维护违法滥权吗 这些都是你我辛辛苦苦纳税 工作脚的税钱 企图现在传出 在4月5月 接下来要传光 要通过禁电视的审查案 外界一直质疑 你就是帮禁电视护航吗 你就是故意让中天 失去电视台的频道的位置吗 很多人都这样骂他 不过他位置还是坐得稳稳的 好 蓝音质疑禁电视案件背后 有黑手再操控了 那当然其实主委陈耀祥 三月不是已经被列为毒之罪的被告吗 现在还没完 来告诉大家 吹哨者爆料爆什么料 他们说陈耀祥刚刚提到 4 5月马上强行 要强度关身 要排审禁电视案 现在这个做法吃相 是不是太难看了呢 立委赖湘林就痛骂 你这个国家机关号称独立 但是已经根本沦为了政治打手 立委邱承远也说 法律只是道德最低最低的底线 呼吁陈耀祥 你快点请辞 陈耀祥主委是否试任 以及他在这个任内上任至今 各种光怪陆离的手法 真的是这个叹为官职 各位可以想想 如果一个国家的独立机关 干于沦为政治的打手 这样的人在国会里面 可以推翻交通委员会 当时要求的一个决议 他一人呢 就是可以只手遮天的 办非常多的政治案件 除了我想大家对于禁电视这件事情 他已经被列为他治案的被告 有独职之嫌 是不是他有得到蔡总统 或者是书院长高层的指示呢 他公然回答说 没有 只需乌有 北检为什么把它列为他治案的 这个被告对象 那如果随之又有起诉的事实 那陈耀祥主委 你还能在国会里面 还能够公然的说谎 为自己脱罪吗 NCC的这个相关的诉讼费 跟法律咨询费的预算呢 这个是年年这个攀高 那个跟107年比起来 甚至已经快要到这个八倍之多了 我们看到的 他大概都是针对某一个电视台 当年的案件呢 一再地祭出开罚的动作 陈耀祥无视行政中立 甚至现在已经诉讼缠身了 凸显其严重不适任 但是还是俊练着这个相关的权位 而不下台 刚在四五月强行闯关 回顾陈耀祥主委在NCC的 在职期间的争议频传 甚至是绿化媒体的行为 已经完全不言了 无疑立场非常的偏颇 尤其现在又涉入相关的司法程序 如果还不自行回避 在广义上来讲 已经违法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好 违反行政原则又怎么样 我一直还是坐得很稳 另外来看前卫副部长陈时中 他的任内这个政绩 来看看缺疫苗 缺快筛 缺口罩 结果他很好意思 自己凭自己整体防疫成绩 打了85分 好 疫苗采购还至少有90分 来 大家帮陈时中打打分数 你觉得他疫苗采购得几分啊 他自己打90分哦 等等来点点名 看大家帮他打几分 而高端疫苗审查争议嘛 现在呢 被列为 其实呢 来看的之前 被列为这个杀人罪的被告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 高端疫苗现在不是也查吗 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等等 难道你缺食中都不用负责吗 好 看起来好像也真的没负什么责 他说我负责 也真的没看到负什么责 民进党还提名他来进逐台北市首都市长的大会 虽然最后没选上 当然呢 其实2024蓝军就说 要组非绿联盟 但是更多民众说 其实已经不想蓝绿了 应该组个是反贪腐联盟 因为绿蓝都有人觉得 看得不顺眼或是做不好 但也有人都做得好 所以认为第一个要查的是什么 高端真相 高端要不要查一查 内幕要不要挖一挖 看看这个水到底有多深 高端市值一度 还记得吗 标到825亿元 暂时涉嫌内线交易案件 每次呢 这个官员陈时中一喊 结果呢 股价就标一次 居然最后只起诉了 获利15万的台大夫妻 名嘴痛嘛 根本就抓小放大马 不敢抓真正大尾的啦 根本是为大官来脱罪 就想草草来解案 除非政党轮替 否则真相永远插不出来 2024下架民进党 大批网友说 人民要的不是非绿联盟 而是反贪腐大联盟 贪腐头后指标就是高端 股价从30元 飙涨到417元 检调查内线交易 最后竟然只起诉一对台大夫妻党 获利只有15万元 甚至说是寝室命理师 才买高端股票 高端起诉书 哀哄简直是大官们的脱嘴书 他们买了500多万股票赚15万 能够影响到你的股市 从美股30几块变成400多块 市值能涨到800多亿 政府政策性的来鼓励来拉台 让大家去打 这样的话政府都没责任 可以这样干 那当大官就可以这样任意的拉台股市 台湾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吗 高端从头到尾 只靠这支新冠疫苗获利 摊开2017年到2020年 疫情爆发前 高端连三年股价盈于累计市负的13.39元 但蔡总统跟陈时中为了打高端挂保证 火速通过EUA后 股价飙涨 市值瞬间冲到最高825亿元 更扯的是高端取得EUA钱 卫福部已经下定了500万剂 最后170万剂没人要打被销毁 损失的14亿公堂全民买单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大胆的就给他了紧急授权 然后还打开我们的国库 用我们的公堂购买这个 无法认证有效的高端疫苗 这不是史上最大的弊案 什么叫做弊案 你蔡英文赖清德 苏贞昌 陈时中 还有这个卫福部那些人 当然都要查 他们要查 他们的亲友也都要查 这个有那么难查吗 是你查跟不查而已 不只高端报争议 当初从小吃店到东医院 竟然都可以进口快筛计 立委爆料方间早有这样的传言 要找出真相 除非政党轮替 立委都可以去推荐进口厂商 用分配 一千万剂 两千万剂 较大较的 五千万剂 买五十万一百 兽医店也在进口 饮食店也进口 都是立营的人推荐 唯有政党轮替 全部掀开 全部策查 如果今天我们在台湾 所有贪赃枉法的事情 都是由总统府直接操控 是由总统直接背书 甚至于总统直接下令 包括高端的疫苗在内 当然谁敢办啊 是谁把高端起诉书 搞得像脱罪书 是谁把高端的身价 炒到八百多亿 减掉是不敢查 还是真的查不出来 记者黄明君 王志仁台北采访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 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1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